投资股票之外,买楼亦是另一致富之路,名下物业升值不用百倍亦足以晋升千万富佣。 林本利更不藏私,大方开心share昔日置业史,36岁时曾同时拥有三个物业,他不仅鼓励年轻人买楼,更认为有余钱更要买多层,善用年轻优势者多点钱。 相信大家都听过租楼只是帮人供楼,林本利亦认同,并为反证都要交租。 为什么不买,假设每月租金两万元,若用同等金额来供楼,付出的金钱其实大部分是常还本金,当你供一零年其实已还了过百万元。 买楼与租楼最大的分别在于前者可以一直累积价值,后者交了就无了。 就如潑出去的水,林本利举出成功例子,透露身边有朋友于2007-2010年期间置业,当时楼价两百万元,首期只需二十万元。 十多年后的今日,以约升为千万富翁,他表示,上车客可先从四百万元的楼盘入手。 由小单位逐游换成大单位。事实上,买楼就如以小博大。 林本利解释,譬如价值五百万元的单位,获九成按揭之下首期只需五十万元。 在杠杆效应下楼价只要升百分之三,业主的回报已经有百分之三十,即十多万元。 2019年6月中原城市领先指数,CCL,最高见190.48点。 而今年1月6日至12日执报175.88点。 林本利教路,买入价一定要教最高位低一成或以上。 求资就是这么简单,总之不要摸顶,入市买股票,买楼都是,山引好,除资产及财富增值外。 他认为买楼同时亦在为未来退休买保障,尤其是打算在香港定居的人士。 2011年,港府通过旗下的香港案写证券有限公司推出安老案写计划, 让年满55岁或以上的业主值由抵押个人物业与银行, 以获取每月固定收入。 金额会根据申请时按证保险公司对物业的估值, 并视乎申请人选用浮息或定息计划而定。 他建议业主退休时可采取此役案揭操作。 假设该物业价值500万元。 选择浮息终身计划,以指定物业每100万元计。 一对65岁夫妇领2200元。 即每月可领11000元,独身者可领的金额更高。 单人借款每100万元可领2500元。 价值500万元的物业,每月有12500元。 何乐而不为呢,供层楼二十几年。 到退休时层楼,每月给你万几元用。 仲仲可以继续住下去。 直到你过世,不用靠政府的救济金。 整世人都不供回层楼。 退休时会好可悲。 事实上,买楼之所以博得如此高回报。 还得过去十多年持续低息的环境配合。 临本利子,自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持续减息。 到2003年时联邦基金利率,即所谓格夜息的短期借贷息率低至一利。 前美国联邦处备局主席格林斯潘及白南克先后共11次逐步调高息率至5.25利。 维持案爆布,及至金融海啸后,息口景低见0至0.25利之间。 据比他首次置业时供楼息率高于10利的情况。 直言发梦都估不到供楼利息会如此低,加上当时楼价回落。 故在这十多年间足证租楼和供楼的财富已相差极远。 以中原指数计算,2019全年楼价上升2.9%,2018全年升幅值为4.2%。 林本利指,每年升3%至4%属合理水平。 他认为,港楼价目前仍然偏高,但若是靠打残楼价反造成后患。 故只要政府肯积极帮年轻人上车同时调控私楼变可。 林本利又鼓励大家买二手楼。 坦然性价比远高于一手楼。 市区新楼地皮投标价约每平方尺16000至17000元。 现时地价连个货都只是差不多这个价钱。 更不用担心将来2047年到期的土地问题。 香港贵是贵在快地。 很多港人好蠢,用每平方尺2万至3万元买新楼。 1993年31岁的林本利拥有人生第一层楼。 他与太太用9年时间储共70万元。 扣入海宜半岛实用面积600多尺的单位。 时价200多万元。 首期为楼价三成。 边储首期。 林本利还要拨出部分收入用来读书进修。 而1992-1993年他在香港理工学院任教时。 但真正的大水猴主要来自板税收入。 他税用板税投资买楼。 199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。 林本利转到大学担任助理教授。 适逢1998年港楼市不景气。 港府特推公务员及大学教职员自治物业计划。 并提供37,000元买楼津贴。 有见其时息率亦下跌。 林本利把握机会换楼。 并分别为父母以及太太娘家置业。 同期坐拥三个海宜半岛单位。 并分别为父母。